日前 海外一个维权网站发布了《2012年中国权势百人榜》 从不同角度列出了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100位公众热点人物 并且附上了入选理由 其中正在监狱服刑的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位居榜首 重庆前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排名第九 上榜理由是《耳光救中国》 参与网站发布的《2012年中国权势百人榜》 被网友形容是专权与维权同坐 专制强权法西斯与民主意义人士并列 魔鬼与天使同桌 委居榜首的是至今还被关押在新疆沙亚监狱的 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 他入选的理由是年度受难者 高志胜为法轮功名冤而受到惨无人道的酷刑 当他的遭遇被曝光后 一度震惊国际社会 这个人关了 虽然被关了 可是他在全世界还有影响力 尤其是在前两天 美国国会又把高志胜又办了个奖 又要开个听证会等等 他有他的影响力 高志胜律师是个法律的位刀士 他入狱这是中国法律的悲哀 而且据传他受到非法律的酷刑 在现在文明社会里边 高志胜这个律师的境遇是可悲可惨的 我只是感到悲哀悲痛 我只是想使高志胜律师尽早出狱 尽早恢复 一个公民的正常生活 此外还有许多知名维权人士榜上有名 如冲破中共重重围困 成功越狱的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成 排名第五被称为盲侠 而北京学者郭玉闪 则因为成功率团营救陈光成 被称作闪电侠 被居榜上第六名 湖南少阳维权人士朱成志 因质疑好友 民主人士李旺阳离奇四山案 被警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最逮捕 被称为义士入选 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 以新联为名排名第十 而被举国上下一致认为是 干政练权典型代表的江泽民 则在榜上位居第三 被冠以老儿头衔 据查老儿一词是古书中 市井人物对老人的灭称 其他上榜的政治人物 还有李克强、王岐山和刘云山等中共官员 其中李克强的头衔被称为老二 颇为搞笑 而刘云山上榜理由为口罩流行 暗讽这位中宣部部长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在上榜的政治人物中被公认最具影响力的 当属排名第九的王立军和排名17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王立军之所以排名在薄熙来前是因为他被认为是 改变中国政治走向的关键人物 上榜理由是耳光救中国 王立军事件可以说是改变了中国的进程吧 这一个耳光我想大家看是偶发的 但是我觉得是必然的 确实是薄熙来给他一个耳光之后 王立军跑成东部美聘管 所以他无意之中就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使那个极左思想保守势力大受打击 互联网迅速发展也捧红了一批媒体人物 在微博中力挺南方周末报的台湾艺人伊能靖 应敢于直言而遭到当局封喉 但却赢得了无数网友的支持 因此被称为年度艺人 排名紧随习近平 说到南州就不得不提到新京报社长戴自更 他为了支持南方周末反对新闻审查 拒绝转载《环球时报》关于南州事件的社论 不惜以辞职为代价 却遭遇中宣部重压 因此被大陆网友称颂 戴自更被冠以年度报人 排名79 除此之外 上榜的还有维权律师 企业家 艺术家 演员 运动员 甚至宗教人士等等 涵盖范围极广 颇具影响力 演员